1945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教育家黄炎培和毛泽东 在延安曾有过一场著名的摇动对话 黄炎培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一人 一家 一团 一家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 初识意气勃发 人人奋进 一旦成功之后 逐渐懈怠 惰性逐步起待活力 最终走向僵化 乃至无药可救的灭亡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 对此 毛泽东的回答是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 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让人民监督政府 防止政府的松懈 让人们各司其职 避免产生人亡正习的情况 如何解决特权阶级 这在过去一直是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说复杂也复杂 好几千年好多事情 但是说简单也简单 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因为对于农业社会来说 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 往往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轮土地重新分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方的土豪相身 就会慢慢的把农民的土地 兼并到自己手里 形成特权阶级 贵族 门法 农业社会生产大部分靠土地 随着这种兼并越来越多 特权阶级把社会绝大部分财富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们为非作戴 鱼肉百姓 本来可以靠土地自立更衡的农民 慢慢的就越过越活不下去了 最终被迫起来推翻统治 然后土地重新分配 进入下一个循环 所以怎么解决这些特权阶级 就成了封建王朝 能延续多久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从古至今 干过这种事情的皇帝不在少数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汉武帝 元朔二年 汉武帝刘彻 接受中大夫主妇演建议 发布了一道签茂陵令 命令 郡国豪杰 及全国资产在300万钱以上者 通通签到茂陵 茂陵 是汉武帝在京城附近 给自己迎建的陵墓 把大家都签到天资小孩这个事 其实算不上新鲜 尤其是郡国豪杰与富商大谷们 可能又要骂一句 骂着 又来 因为秦始皇刚刚横扫六合 一统天下的时候 就洗天下富豪与咸阳十二万户 为什么要这么大规模搬迁呢 比是六国政权出面 但六国的贵族豪强势力 仍然不容小觑 放任他们在自家地盘发展 肯定要重新做大 这刚到手的大一统 岂不是很快就要被威胁 秦始皇的对策十分简洁 那把你们都拉到我身边来 一来好看管 二来用你们的人力物力 帮我发展经济 巩固中央政权 一举两得 话说这么一次 数十万精英轰轰轰烈烈的人口迁徙完了 怎么过了一百年 汉武帝又需要再来一次 因为当年秦始皇的人口大迁徙 虽然成功一时 但始皇帝一灯仙 后继者不利 曾经被收拾的 服服帖帖的六国豪强 就再次发展起来了 结果 明明时时盯着 王秦必处 趁雨的秦帝国 最终还是被楚人给亡了 楚汉相征 最终得胜建立王朝的刘汉 于是要面对着强势的豪强贵族 甚至 他们面临的局势 比秦始皇室还要复杂 因为从先秦到秦朝 积累下来的旧贵族势力仍在 而秦末大战 打出了大量战功卓著的军工贵族 西汉政权 不得不为此开历史倒车 广泛分风 尤其是其中的异性王侯势力做大 更麻烦的是 当时随着商业 发展兴起的大批商骨力量 凭借巨量的财富 能够迅速地拉开贫富差距 加剧土地兼兵 使得富者田连千墨 贫者无力追之地 而与此同时 则是西汉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 经过汉除和文静知智的积累 武帝时 国家大战略产生重大变化 内外都打算放手大干一场 这么多豪强撤肘 土地在他们手里 当地的钱 权就聚在他们的手里 钱和权力都不能集中 怎么做大事 必须要对他们开刀了 对付新旧贵族还算简单 同样是在元首二年 同样是在主妇眼见一下 汉武帝推出了著名的推恩令 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 诸侯国越分越小 和平实现了事实上的削帆 同景帝时先绑上去贸然削帆 最终引发七王之断 不得不献祭 基友朝措相比 高下立判 但是新兴的商骨群体难办得多 虽然几位先帝给武帝留下了不错的基础 但要跟这些豪强斗汉武帝 还是必须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 才能顺利推进 动员人民群众 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武帝很清楚 这全国上下五千万人口 仇视豪强的可不止皇帝一刻 贫苦大众 有的是人 恨不得十豪强肉 擒起皮 有钱是吧 买地是吧 土地兼并是吧 来给我交了 元首四年 汉武帝下算民令 简单说 就是向富商大股收缴高额财转税 收多少呢 商人及高利贷者 按财产交易额或贷款额 每两千钱 抽税一算 相当于税率6% 与此同时的农业税情况 大家更加熟悉 文景知识时一降再降 到景地这儿 已经到了30税一 即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那这公开要从大商人碗里抢神 人家岂能坐以待毙 对策简单粗暴 瞒报 富商豪强纷纷隐匿财产 对抗算民 对此 武帝不用亲自动手 而是发动群众 你们仇家这么多 还用得着我出场 算民令出台五年后的远顶三年 汉武帝寄出核武器 告民令 对于财产隐匿不报 或者所报不实者 鼓励知情者告发 告发属实 被告者将被罚数编一年 并罚莫全部财产 告发者 奖励前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项政策可谓效果拔群 商股中家以上几乎全灭 没收的财物 已亿计 奴婢以千万数 田地大县数百请 小县百余请 消灭了他们 还不算完 汉武帝还要通过 中央政府直属的监察系统 持续控制地方的豪墙 防止死灰复燃 原封原年 中央纪委直接下六条查卷之法 俗称汉六条 这监察地方的汉六条 上来第一条就是 强宗 蚝右 田宅 御治 以强凌弱 以重扑寡 这套法令 主要针对的是地方行政系统 直接派出中央官员 监督地方豪墙有没有违法乱计 然而就像秦皇一样 汉武这西地的打击豪墙组合选 似乎也就维持了这一朝 西汉中后期 不仅地方豪墙春风吹又生 甚至当年那些被汉武帝 作为打击特权 而前置迁徙到茂陵的山东豪墙们 他们的后代 还在后来形成了茂陵子弟 这新的富二代权贵阶层 更增加了宦官和外戚 两拨新的特权势力争风吃醋 一直搞到西汉灭亡 东汉更不必说 那真是地方豪足的黄金时代 直到魏晋的中央施权彻底分立 其实这之间不是没有人采取过行动 汉宣帝也曾激烈对豪墙开燃 效果也不错 但其身后的西汉王朝 却反被外戚和宦官临番操控 东晋后的刘宋王朝 开国皇帝刘裕 打击藏匿人口的豪墙 杀人如流水 可宋旗良臣四朝 仍是门法士族的天下 直到唐朝 皇帝嫁女儿 居然还拼不过 崔鲁李正四大家族 发展到了明朝 事情就更复杂了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庄 可能是几千年来 中国出身最卑微的 叫花子皇帝了 朱家祖上几代 就是四处迁徙 没有横产 妥妥的三代贫农 到他这一代更惨 遇到大旱灾 蝗灾 大瘟疫 再加上元朝贵族 贪官 地主和乡身的剥削 他的父母兄弟都死了 连下葬的钱都没有 只能卷个草席 挖坑 草草埋了 他自己也当过和尚 当过长工 街头要饭 落草为寇 体验过事态炎凉 正是由于儿时的特殊经历 导致朱元庄上台后 成为史上立志最严酷的皇帝 在帆复领域 朱元庄做了很多制度创新 突出一个狠字 什么挑断手筋脚筋 剁手 去脂 砍脚 勾肠 阅足 阉割啊等等 这些都只是常规操作 朱元庄还别有哑趣 整了一种叫弹琵琶的新手段 这名字听着挺有哑 但实际上比凌迟更残忍 就是用刀 来回在胸内部弯割 不用几个会合 就能把人弹得皮开肉绽 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不要说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了 酒精沙上的武将都招架不了 而那些贪污超过60辆银子的贪官 还要被活着剥皮 这些贪官的人皮也不会被浪费 里面塞上干草 放在官府的工堂两侧 做成冲草娃娃 已经校友 比起现代那些 让贪官痛呼流涕的反腐纪录片 这有震慑力 强了何止百倍 在红武年间发生的空阴案 和郭恒贪污案中 真正的主犯 可能就那么几十个人 但朱元璋手段很辣 做事做绝 有一些无工的官员 仅仅是被怀疑有受贿的可能 就被抓的抓 砍的砍 这两起大案中 无辜被冤杀的人 打到了数万人 以至于杀到最后 两浙 两广 江西 福建等地 不少衙门直接空了 没人主事办公 机构衙门陷入瘫痪 朱元璋不得已 只得从大佬里 临时抽掉了 三百二十八名犯官 让他们带着镣铐留人 唐审的时候 场面非常奇葩 唐上的判官带着镣铐枷锁 审问唐下带着刑具的官员 旁边有隶属于皇帝的监察机构 紧一位看着 朱元璋还发动群众 他在武门设立登文鼓 鼓励百姓击鼓民冤 举报贪官污吏 凡是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 平民百姓也有权举报 可以聚重其纳 将其押送军师 根据《大告续编》记载 当时江苏常出现 有个叫陈寿六的农民 带领三个亲戚 一起把当地县太爷五花大榜 拉倒京师告狱状 结果被朱元璋通报嘉奖 赏赐了二十顶银票 朱元璋还严厉警告当地官府 若有敢捏到罪名 打击报复这个农民的官员 直接杀权族 在这种雷霆手段下 大明的官员一度压力山大 不少官员上朝之前 都要跟家人安排好后事 而那些向官员行贿 其中会用资本 支还政治权利的商人豪族 也被打击得很惨 在鸿武十八年的公衡案中 除了数万当地官吏被杀 还牵连追查了全国很多富户 以至于中产之家 大抵皆破产 除了贪官和富户 朱元璋还向那些薰贵老臣们开刀 开国是立下大功的功臣 但说到底 朱元璋的重刑反腐 镇压权贵 本质上是一种人质 而非法治 固然能起到一时的效果 但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随着朱元璋本人的去世 官员被高压逼出来的青年 很快就消失了 明朝中后期官场的腐败急速反弹 特权阶层 还是如雨后春笋一样 冒出来了 而且封建王朝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也注定了朱元璋将无功而返 朱元璋为了朱家皇室的利益 铲除了一些开国贵族 但他的皇室中心 自己的龙子奉孙 本身就是一个吸血的大中流 最大的特权阶级 朱崇八的皇子皇孙上百万人 每年皇室和各地藩王的开支用度 可以占到朝廷是银的四分之一 到头来 特权阶层吸血过多 朝代更替 还是逃不了 到了清朝 雍正打击特权阶层 可以说是所有皇帝里 潜如古人的存在 也正是由于得罪人太多太广 他也被黑得最厉害 在民间小时候的耶诗里 雍正经常被扣上暴虐婚姻的帽子 包括乱搞男女关系 性情反复无常 实行恐怖政治等等 最夸张的是 居然还有人编造了血滴子的传说 说雍正专门组建了神秘组织血滴子 他们又有一种独门暗器 长得很像帽子 里面藏着锋利的快刀 只要趁人不备 罩住对方的头 拨动机关 就能力取手机 不得不说 这些创作者的脑洞真的很大 雍正被黑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康熙在位期间 围政比较宽松 官吏们的生活 惬意滋润 贪污钱粮不亦乐乎 而雍正一来 这些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该杀头的杀头 该抄家的抄家 他们当然不会给雍正留一个好名声 为了对付这帮特权阶级 雍正采用一套组合拳 第一招叫 世身一体当差 一体纳量 我们知道 历朝历代有公民在身的知识分子 都有一项特殊待遇 就是不用参加义务劳动 不用服兵役 不用交税 在康熙时代 平三番 灭准哥尔 都需要大量银量支撑的 但是国库征收钱粮的对象 大多都是穷户老百姓 时间久了 也搜刮的差不多见底了 而清朝统治了几十年 逐渐恢复了明代的旧制 以南方大地主阶级代表的 奥德曼尼又要回来了 江南的富庶地区 提供了全国近50%的税收 世神阶层偷税漏税 隐瞒田地 已经成了日常操作 再这样搞下去 清朝的财政就准备完蛋 死来想去 雍正准备拿这帮特权阶级开刀了 不过 这可是风险很大的 康熙活着的时候 就没有勇气解决 不敢对些老伙计划 雍正不一样 他充满了斗争 而且认死礼 他认为世神阶层掌握了 绝大多数的财富 可居然却不用交税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说干就干 雍正发布了一个命令 不管是官员 还是有公民的独立人 全部都要交税 通通都要当差 世神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政策 仅仅只在河南试点的时候 就遇到了极大的反扑 雍正手下有个得力干将 叫田文静 调任河南当部政事 这次的试点工作 就由他来主抓 田文静同志的执行力很强 做事雷厉风行 毫不流行 又善于搞经济建设 那时候 田文静正在修黄河大坝 需要人力物力财力 正好 世神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推行了 于是 就把那些秀才和当地地主 都抓来参加义务劳动修大坝 河南丰丘县委书记 唐隋祖同志 坚决拥护中央政策 并努力执行 要求每户 根据田地母术 才出工 有多少地 出多少人 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 奔走相告 拍手叫好 读书人可就不干了 以前哪受过这种委屈 丰丘学生代表 王迅 范胡等 要求唐隋祖取消这项政策 唐隋祖的回应非常简单 两个字 混蛋 吃了闭门坑后 学生们并没有放弃 反而愈挫愈勇 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抗议 田文静认为 群众都是支持自己的 就想严打这些考生 并惩治带头大哥 但科考 毕竟是国家重企 搞砸了 估计也吃不了兜着兜 于是田文静就找来 当朝宰相张庭玉的弟弟 主管河南教育工作的 张庭璐同志 来处理 张庭璐一到任 就接到了秀才们的投诉信 个个都是群情激愤 于是按照程序 交给下级道员 陈世夏去办 希望让他劝劝考生 不要搞事 老是参加考试 陈世夏是个好脾气 他可能误解了领导的意思 过去就和考生们坐在一起 谈笑风声 还互称兄弟 这下学生们得到了错误的信号 认为他们的抗议有效 长庭做了让步 于是学生们更加有恃无恐 到处删那人罢考 在朝廷上 确实有不少高官替他们说好话 毕竟利益捆绑 同气连织 又哭又闹 就是反对立场政策 最夸张的是 河南的丰丘县举行县市的时候 竟然只有23名考证到场 范胡等人 居然还在考场上 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 当众死毁 这还得了 田文静赶紧把情况上报中央 雍正听说此事之后 大发雷霆 他决定杀鸡进口 结果 王迅等11人 在一个星期内被全部抓获 守犯王迅 范胡等人 被判斩立决 劈力手段 立竿见影 学生们都被吓破了胆 不仅不敢再罢考 还都参加了补考 雍正还规定 以后但凡邀约罢考的 直接永远取消他们的考试资格 如果全线罢市 也照样办理 雍正的雄心 震慑朝野内外 无人再敢反对 在他的强推下 千古以来的官身免税特权 纷纷被铲掉 甚至还废除了自宋朝 就有的剑籍制度 清朝社会阶层悬殊 被逐渐拉平 雍正的努力 给清朝斩下了殷实的家底 然而 封建王朝剧本都一样 人亡正习 雍正去世以后 乾隆继位 乾隆跟他爹不一样 他是个贪图安逸的人 雍正一辈子呕心沥血 单惊竭虑地跟特权集团 做斗争 太苦太累 他并不想这样 所以 乾隆皇帝刚即位 他老子还尸骨未寒 一体纳粮一起当差 直接被废止 不仅不严厉打击 乾隆上任之初 就送给了世神们一份大礼 他下令 一切杂色摇曳 则身襟力严忧灭 祖龙城法回归了 世神们的揪心日子 终于过去了 曾经的特权 一夜之间又辉还给了他们 在影视剧里 帝王们的种种举动 常常被视作为民请用的符号 甚至被认为是精英 心忧百姓的典范 但实际上 哪怕他们不畏艰难 冲破阻挠 其实也只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政权 以求权力和财富 集中到中央 自家江山永座 前求万代 只是在客观上 他们的做法 起到了为民除害的部分作用 就算是这样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也只是少数以亿类 在强大的特权集团面前 不过如流星一样短暂 大多数改革者 敢于向特权阶级进攻的人 如商鞅 王安石 张居正 不是身手异处 就是死后被清算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经过无数次的尝试 然而特权阶级 永远是个顾忌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因为说到底 特权阶级是人性的必然 所有人都讨厌特权 但是假如每个人 都有用特权的机会 大多数人都顶不住诱惑 建国后 短短11年间 教员就发出了人民胜利金和载的感慨 恨不得催尽腐朽 方释怀 一场比过去任何朝代 烈度更高的运动 骤然开始 他最终的失败 告诉我们 历史周期率 并没有被战胜 而太阳落下去的许多年里 阴暗 自意生长 遍布每个角落 可是 如果说人心 真的不可以 可当初 又为什么会成功 答案是 当历史的记忆被窃取时 人们便恍恍惚惚 再也不知方向 今天 当我们打开缝隙 得知了真相 便呼唤 太阳照常升起 而这个太阳 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自己 只在那一刻 千山万山 千里万里 尽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